今天輪到陳詩緣持黑,楊博會持白 這盤棋一開始的時候,我有跟裁判長秦世民老師在裡面看他們前面幾首棋 陳詩緣下得非常非常的快,那我就覺得他可能是已經擬定好的一個策略 因為這盤棋賽前就知道自己已經是黑的,因為第一盤陳詩緣是白的 三盤棋通常是黑白,就是對調 好,那這最流行的點33的變化,詩緣下得非常非常快 印象中很少看到陳詩緣下中國流 他對中國流的佈局就是評價不怎麼高 好,但是這盤棋為什麼下中國流呢? 我在猜就是他想要走後一點 因為上一盤棋,感覺後半盤走得太薄了 被楊博會一直重追猛打,感覺過程非常痛苦 尤其是右半邊那個白的被追殺得很慘 好,所以有見於此就是說,楊博會的殺力攻擊力很強大 所以走後一點可能後半盤比較輕鬆一點 好,可以大聲一點嗎?我已經蠻大聲的了 聽不清楚是不是? 這個DG先生聽不清楚嗎? 這樣聲音可以嗎? 因為今天的場地跟之前是在會議室啦 那今天呢是在一個海風其樂的一個角落這樣子 所以就是場地跟之前可能比較不一樣 那可能收音啊各種,因為今天的空間比較大的 之前是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你們可能看這個背景就會覺得 右上的可以調聲音 哦,我已經調到最大聲了 再大聲一點好了 調到最大聲了,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不可以? 有沒有問題? 好,OK,好 那沒問題我們就繼續看解說 那點33這部棋啊 這個如果五年前、十年前是怎麼說呢? 不可理喻的一手 第八手棋就往早上鑽啊 這到底有沒有大局關啊? 正常來講呢,以前就是飛一個拆二 或者是呢就是拆回來這樣,掛一個拆回來 那更早之前對付中國流的話 多數的一個想法是從下面來 從下面先限制黑棋的發展 它的道理呢很簡單就是說 因為這個棋子比較靠近下面 那以後啊,如果說你站上面被黑的呢 掛下面的話 這個白棋掛進去 能活動的空間就比較狹窄了 這是以前的一個理論啊 好,那自從有這個第八首這首棋的誕生之後呢 很像大家都這樣下 你如果不這樣下的話 趕不上流棋,不太會下圍棋一樣喔 那這首棋呢很匪夷所思的一首啊 這個是最早是秋軍下出來的 秋軍啊,我小時候也有跟他下火 那這個是中國國家隊 多次的世界亞軍 他是職業棋界公認最用功的一位棋手 他呢每天幾乎都在中國其院的角落 自己一個人啊 就自己思考自己擺棋 有一天就想說這點三三怎麼樣呢 哎呦就大家討論著,討論著就發現 哎呦很有道理耶 這點三三 那個不只是要撈這個角地 其實某方面呢是有它的一個意義的 那它的意義是什麼呢? 你看,黑的如果貼的話 那黑的如果這樣子呢 這樣子 黑的等於是就稍微虧了一點 就可以這樣看喔 就是說 這樣看,等於是黑的飛 那白的手拔之後呢 這個尖一個變成黑棋的一個先手 左手右上角的一個圖形就類似這樣 那之後白的幾是先手 可以這樣子看 那你九跟十被這樣先手交換呢 白的心情還不錯 右上角 我是對比右上角啦 好,那所以搬下去變成是一個氣勢上 你如果退讓的話 就稍微虧一點 雖然不是虧很多 但是高手的這個哲學就是好漢 不吃眼前虧 那記得這個棋子在高位的時候 如果是在低位的時候 這個棋子在高位 在低位的時候呢 就沒有必要去點三三了 這一路之差差了非常非常多 因為在低位的時候 白的飛貓圖就生不進來了 那當然啦 這個是中國流的配置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走在高位啦 配合中國流呢 這個高低配合 而且中國流還想要往外面擴張 不太可能走在低位的喔 好,所以這個點三三呢 就這樣子流行起來了喔 好,那實際上搬 接,黑的接,白的飛 那我們剛才說了 這個白旗它不只是要破角地喔 這個夾是我覺得點三三的變化當中 最重要的一手 它夾的一個含義就是說 你看你是立還是斑 那你斑的話我在邊上拆回來 那大體上來講就是我得了腳 那我這個邊呢 我還想要掌握 我如這白旗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得腳,而且我這個邊沒有放棄掉 什麼都要的意思啦 但是追求速度的同時 難免就是會比較薄啦 那問題來了 現在白的假黑立跟斑 這白旗的應對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我在上次這個齊王賽的解說當中呢 這個很像也有講過啦 那因為他們今天早上進行的非常非常快 所以文字解說多多少少是有它的盲田 因為文字解說各位應該知道 就是說我在講解的時候 他們如果下得很快的話 我是沒辦法回頭的 所以我打的字都是在他們呢 下之前呢 所做的變化圖 所打的字 都是他們還沒下我才能打 他們只要一下完了之後呢 我就沒辦法在review之前的一個手順了喔 所以那裡面打的變化圖都不是事後諸葛啦 有猜到就有猜到,沒猜到就沒猜到 好,那如果文字解說呢 覺得有點不是很清楚的話呢 當然視訊解說是比較完整的喔 好,那我現在呢 就大概的講解一下這個夾一個的主要的一個變化喔 那黑的如果立的話 那白旗現在是要補腳上 因為現在如果不補腳上的話呢 記得這個形狀一斑就死了 這個旗在立呢跟在斑啊 對腳上的一個殺傷力是差非常多的喔 斑那白的 因為退的話空間就不夠大了嘛 所以這一部白旗必然是要擋的 這我記得我上次齊王賽很像有講過類似的一個 一個形狀啦 但是 好像右邊不是中國流的形狀 這個中國流呢 在上次陳世元和王元君的這個齊王七番勝負呢 很像沒有出現過 他們兩位啊 都不是中國流的愛好者 好 那中國流最近也有稍微退燒的一個趨勢啦 那某種程度呢 也是被這個點33啊 給擊倒的 因為這個點33 黑的 拿不出一些有力的變化 那自然而然 中國流就消失了 所以你說點33把中國流給推翻了 也不為過喔 好 那白的擋黑的 這樣子是不對 這樣子呢 沒辦法進殺 那你這個旗要進殺 各位旗有一定要記住 這衝了一點 這是 算是啊 這個小朋友的這個階體講義的第五冊裡面有的題目 那白的頂的時候呢 黑的往前長 那白的撲的時候 這黑的可以一靠 因為有這個力的硬腿 白的打 黑的提 那這個是進不來的 所以白的只能提 那黑的再提 這裏面是一個盤角趨勢 白的是進死的 這有沒有問題 這樣速度會不會太快 對腳上的死活有沒有什麼疑問的呢 可以嗎 ok喔 好 聽得懂就ok 所以 黑的力的時候 白的不補 腳上就死掉了 所以白的當然是要補 這腳上被這樣進殺 這說得過去嗎 所以白的要接 那黑的現在呢 第一桿會想要夾 比如說夾 隨便 夾在這裡的位置好了 但是夾的話呢 白的不要笨笨的往前跑 白騎要盯著黑騎的弱點打 那黑的弱點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地方 衝斷 那白的長 黑的跳 那白的這一飛呢 是一個局部騰挪的好奇 這衝斷這只是假動作 真正的主角應該是在上面 那你們現在仔細看呢 黑騎這個氣是很緊很緊 比如說黑的如果壓的話 白的一封呢 這個黑的已經快要被人家收進去了 黑的大概就只能尖 那尖白騎就壓一壓呢 就這樣 這樣白騎也算蠻成功的 我收復了上面的師圖 那這兩顆棋子呢 還是啊 殘而不廢 以後呢 還是多多少少有些利用 甚至有可能直接逃出來 好 所以這一圖黑的是不太滿意的 所以正常來講 黑的都是捕魚手吧 比如說跳 或者是接一個捕魚手 那白的拆三 那黑的呢 再佔據下面的大腸 這個是一個常見的布局 黑的厚 那白的速度快 好 那更為常見的是白的夾的時候 黑的二用斑的 你利跟斑的一個好快處是這樣 利對腳上的威脅比較大 但是相對對邊上的威脅比較小 有一好沒兩好對不對 好 那你們要記得這個斑 如果斑在這裡的話 腳上的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強的 已經不容易輕鬆進死了 好 那斑現在裡面的戰士不會有死窩問題的話 白就先跳 好 那黑請先接 接一個 那現在啊 這個腳上呢 不走還是不會進死 所以很微妙喔 老師幫你們整理一下 就是黑的如果利的話呢 沒有這一顆 沒有這個A位這一顆呢 這裡面已經進死了 黑的只要動手就進死了 那這個如果是用斑的的話呢 有這一顆裡面還死不了 還是打結殺 所以這個生命力差非常非常多 那實在黑的接的時候啊 白旗就手拔了 白旗先來走下面 右上角呢 進死不了的話 那這一手不見得大 目前不見得大 也是很大 但是現在外面實在太寬廣了 所以還是應該先優先的 搶上外面的大場 尤其呢 這個白旗這手旗呢 限制住了黑旗這個模樣的一個擴張 好 前面二十四手呢 就長這個樣子 黑二十一 有 有有有有 這個是之前是理事實下的 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黑的虎這個右 不好意思 虎這個 那虎這個的話 白的依然也是手拔吧 那虎這個跟接的著眼點就不一樣了 虎的話呢 就是要強調去攻擊這三顆 但是你用虎的 你鬆了一氣的話 腳上的死活就差很多了 這個以後呢 黑的要殺的話 比如說斑 你這時候如果還是剛才那一招的話 白的就是有鋪一一的好奇 這個形狀是進活的 剛才這個斑是用力的 對不對 現在是用斑的 那硬腿軟腿呢 腳上死活就不一樣了 好 黑二十一也有這樣的下法 只是他強調的地方就不太一樣了 有沒有問題 這個要不要再擺仔細一點 腳上他死活 黑的跳 實在剛剛是說黑的如果虎一個的話是怎麼樣 是不是 那腳上死活 現在腳上就是基本上是進活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白的鋪一個 那黑的提 那白的打 黑的如果接的話 白的騎就可以 就是壓虧了 好 那黑的呢 要殺也是可以 但是這個形狀要殺 黑的只能這樣殺 只能這樣殺 那這樣殺啊 這個黑的打輸的話呢 損失也非常非常慘重 萬一黑的打輸的話 白騎是提在這個地方 而且 白的得了很多木之外呢 還有一些衝斷的問題 好 所以虎的一個下法就是 下一步就是準備要打物左邊 你要讓這個騎子發揮價值 就是要攻擊這三顆 這樣聽懂意思嗎 可以嗎 以上的這個變化有沒有問題 好 那實戰呢 他們大概 花了五分鐘就笑到這裡了 這速度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快 到這邊 抱歉 那這個布局也有一個特色 就是黑的非常非常厚 厚的跟金剛一樣 但是這個白的速度很快 但是白的追求速度的同時 右上角是有一點點負債的 這個形狀雖然白的死不了 但是以後啊 被黑的一般呢 這白的是很頭痛的 白的局部最佳的下法應該是退 退 那退呢 白的其實也可以先立掉 那立掉白的 如果再退的話 這就是一個禁止了 局部是個禁止 這個其實我實戰呢 在網路期有這樣被殺過 這個基本功太差了 好 那如果白的要立掉的話 白的裡面是可以形成打結 但是要這樣打結 跳一個 黑的點 白的貼 那這樣打結的話呢 白的很委屈啊 打贏了也只有兩三目而已 那打輸了呢 整個被人家提光了 所以這樣子打結 白的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 黑的如果搬的話 白其多數的下法呢 還是退 這個我在之前的齊王賽 可能也有講過 那我再 再複習一次喔 那白的退的時候呢 黑的現在有幾個選擇 黑的第一個選擇是 割三顆 然後割三顆 割屁屁 割三顆 但是割三顆呢 白的順勢這樣吃出去了 外面也變厚了呢 這一圖 黑的不是很滿意啦 好 那不滿意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是搬一個打結 打結殺 跟打結殺的話一樣啊 打輸結的話白的提是提出去 萬一白的打輸 黑的打輸的話呢 白其打贏這個很過癮啊 收穫豐富 跟剛才呢 打贏呢只有活三木呢 那個差很多 懂意思嗎 好這這圖 黑的也不滿意 第二種選擇也不滿意 那第一種 第二種都不滿意 那黑的怎麼辦啊 怎麼辦 黑的呢 搬一個之後呢 黑的可以走這個 那走這個呢 白的 冰的就是要補一手了 如果不補的話呢 這時候黑的就有可能殺你了 比如說碰一個 這樣 那你吃出去的時候呢 我就要繼續追殺你 把整個腳完全滅掉 聽懂意思嗎 正常來講啊 這步棋是非常非常大 黑的斑 黑的斑一手 跟白的接一手呢 來回呢 價值很大 只要呢 這個左邊啊 寬廣的地方 告一段落了呢 大概就 雙方就會回來下了 正常合理的狀況 大概是過個二三十手 就會有人來下了 但現在呢 到了一百一十一手 都還沒有人來下 如果有看早上的這個文字解說的話 你就知道了 因為太忙了 雙方啊 這個大成一團了 所以 沒有什麼多餘的時間 就是來下右上的這個棋 外面啊 這個 這個 玩得更大 右上腳相對是微不足道的 好 那 有沒有問題 所以結論就是說 白的雖然手拔一手 但是黑的在右上腳是有一些權力的 這個白棋是牽一手 只是白的呢 他不走也不會近死 所以白的他覺得暫時先保留著 先去搶外面的大腸 尤其搶到這一步 這特別大 這一步呢等於是限制中國遊啊 再往左邊發展 好 來 那實戰 我們進去看 那 現在呢 先來掛這邊 寬廣的邊 白的跳 好 那黑的飛 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定時 好 請問劉老師 黑25 如果尖衝白20 會變怎麼樣 好 這個問得好像也不錯 尖衝這個是不是 是尖衝這個嗎 是尖衝哪一頭 是尖衝左邊還是右邊 是喔 那我就爬 那你接著呢 你跳 是不是 那我再嘗 尖衝的想法是什麼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是想要壓迫這三顆是不是 尖衝我底下爬一爬 基本上應該是有根據地的吧 那你要攻擊我 暫時應該攻擊不到 你要攻擊的話 你可以考慮從這裡面掛 從裡面掛 再尖衝 這樣可能 這個實戰的棋譜也 也有出現過 那白旗啊 他雖然作火很容易 但是他只要肆意打出手的話呢 右上腳一手就進死了 所以你的想法我覺得也可以 也可以考慮 但是如果要尖衝的話 你先掛一個再尖衝吧 這樣可能相對比較有力量 那白旗呢 除了逼不得已 不然他是不會打這個的 他先把隔壁鄰居打死了 那白旗大概就是出頭吧 就這樣 黑的盯著他 黑的利用呢 右邊的一個後衛呢 這個 對他發動攻擊 這個棋譜也有 之前也有人想過 好 這問題非常好 不客氣 是這樣掛一個 再飛一個 那最基本的定詞是尖嘛 黑的拆二嘛 這可能各位棋友呢 應該都是會的 應該是 學為棋啊 第一個第二個學到的一個定詞 好 那 但是現在白的邊上很寬的情況之下 白旗啊 要選擇靠這個 這也是這二十年來很流行的一個下法 靠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掌握這個左邊這個邊 尤其在現在 這個左邊啊 非常寬廣的時候呢 我是不太願意一張黑的 一手拆二 就把我 左邊的一個發展性給限制掉 懂意思嗎 懂喔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好 那這個碰的變化就多了 這個碰呢 如果要這個做一個定詞的專題講解的話 這個大概十堂課也講不完 那正常來講碰來怎麼樣啊 碰你千萬不要長 你長的話被斑一下呢 這已經被刺到要害了 黑旗呢 這個動彈不得的感覺 所以這實時長是一個是最差的下法 好 那以前的圍棋就是碰來壁板 要嘛板上面 要嘛就是板下面 好 那板下面的話呢 這個變化是跟真子是非常有關係的 板下面白旗是會扭斷的 這盤棋啊 其實就是圍繞在左邊的這個變化 左邊你們如果看實戰轉播的話 天啊 那個變化呢 連職業歧視啊 都是搞一頭霧水 這個連我們這個 這幾年數一數二的這個蕭鎮號天園啊 剛才看到左邊的變化呢 我問他怎麼下 到底現在最 最正確最即時的這個資訊是什麼 他說他也不知道 他沒有搞懂過 下立啊 下立 下立 下立我搬住 這個搬住 還是略顯不滿吧 等於是 你本來頭在外面那動不動 就被我這樣搬住了 先不用看更深入的變化 就基本的齊力被搬住 黑的就心情不太好 我本來出頭順暢 就忽然之間被被頭壓下去了 頭被壓下去了 黑的不太能接生 好 那搬住 搬下面的變化呢 就是剛剛說的跟真子有很大的關係 那哪裡有真子 黑的打一個 這個真子的問題 大家都這麼有禮貌 好不客氣 這個真子呢 現在黑的當然是不利嘛 沒有黑期 黑的怎麼會有利呢 所以真子不利的話 黑的就不太好 所以現在下班的一個變化 我們不能考慮 那除了下班之外 你就上班嘛 最近還有一個 也算蠻流行的變化 尖三三 這個也是有點顛覆棋 天啊 碰了你不走 你手拔 先尖三三 但這個棋跟右邊有點類似 就是也是在擺起高位的時候 黑的才會這樣下 因為這時候高位低位差非常非常多 你在高位的時候 下一步呢 下一步這個飛啊 才會有威力 跟右邊的那個形狀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如果說這個其實是在低位的話 那尖三三呢 再飛 也飛不太進去了 懂意思嗎 好 那這個變化我大概擺一下 因為這不是實戰 這個變化也不是太簡單 尖三三擺的斑 那現在黑的動彈不得 對不對 這裡沒有旗下了 沒地方下了 黑的先從二路飛 那飛呢 先看白旗要不要阻擋你 白的如果要阻擋你的話呢 黑的藏了 藏到這個五的要點之後啊 這邊有一個旗子之後呢 黑旗就 又有旗下 黑的衝個 再藏出來 那白的 跳一個 黑的斷 這變化也不是太簡單 那我大概就把結論呢 稍微擺一下 好 那實戰呢 黑的沒有這樣 黑的是選的最簡單的 碰來板 那板來長 好 那難解的地方呢 從現在才開始 各位其友呢 以下就是 有很多計算的部分 這個 可能你們的這個 腦袋呢 運算的系統要打開 那上次也提到這支海風盃啊 就是楊柏威呢 等於是從千錶的左方殺出啦 那他這個 左下角呢 兩大的最主要的對手啊 林俊彥跟周俊勳啊 都先後呢 被其他對手這個爆冷門擊敗了 所以左半邊的千錶啊 就是他在四強賽的時候呢 擊敗了這個 目前的第一種子 也是那個 齊王的頭銜 擁有者王元君 那盤棋呢 各位可能有點印象 那 陳詩彥的話呢 是在八強賽 贏了林立強 在四強賽呢 贏了蕭鎮浩天元 所以他們兩位 會師呢 冠軍賽啊 這個也不算僥倖啦 因為這過程當中呢 也是把很多這個 勁敵給這個 幹掉 那 賽前 大概是沒有什麼人看好楊柏威啦 他當然是一個很強的一個新秀 但陳詩彥畢竟是 稱霸台灣奇壇啦 四五年之久啦 所以三分勝負 大家覺得呢 大概是個比數的問題 大概是2比0 或是2比1啦 這個 陳詩彥呢 要奪得海風杯冠軍 應該不成問題 但是啊 嚇到目前啊 天啊 這個陳詩彥有可能被人家課彈喔 以目前第二盤 113手的一個進行 那第一盤呢 這個一開始啊 就是我們 包括我跟研究室啊 都覺得黑騎的走法是很怪異的 但是呢 後來啊 副盤大研究一下呢 發現 雖然黑的 想法走得很怪 但是白騎全盤 沒辦法說 哪一個時間點是白的明顯又失的 那換句話說就是說 這盤騎是白騎完敗的意思 尤其是黑的打入右邊的時候啊 白騎那一手機長好40分鐘呢 後來經過仔細研究之後 白騎那時候的處境已經非常非常艱難了 這白的確實是很不好處理很棘手 那後來的一個白騎的下場你們也知道啊 生不如死 最後打起來被虐到一個屁股飛起來了 這個羅門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把第一局的這個騎幅印出來擺一擺 你會覺得黑的下場實在是很過癮 好 那回到左上角 這搬了退了之後 黑的羅浦呢 黑的羅浦 白的底 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定時 那白的接 那黑的長 那白的跳 那黑的團 那白的管 當然我老是不仔細這是一手一手講的 但是呢這樣的一個結論啊 在白騎左邊很寬的時候呢 黑的會覺得有點局處 那相對的白騎的方向很好 所以這一圖黑的是不太願意的 那黑的如果比如說 壓好了 那白的板 長 跳 就是這樣 這樣子呢 感覺上白的兩邊都嚇到了 那黑的雖然出頭了呢 但是黑的是有一點點 無趣的 這也符合我們 剛才說的 白的一開始 碰過去他的精神 他就是要掌握左邊寬廣的邊 所以這簡明的圖形啊 黑的都不是很滿意 這白的呢 兩邊啊 都是走在有目的地方 那相對黑的是 單調無趣 所以黑的不滿意 黑的就是要求變了 那 最近最流行的下法就是單階 單階如果白的繼續硬的話 就是黑的在尖三三 那心情就好很多了 這個外面黏到了 三三也尖到了 好 所以很黏的時候呢 白旗必然是要怎麼樣 要尖三三 那 尖三三啊 除了實地呢 很大之外呢 這個也是 這個根據地 雙方的根據地 尤其是黑旗的根據地 好 那些黑旗就是要對這兩顆啊 要怎麼樣怎麼樣 你如果 拿點辦法對付這兩顆的話 那黑的這個 三三的要點被搶走了 黑旗就吃虧了 好 這個進行非常非常緩慢 我剛才呢 半個小時之前呢 離 進入對局勢呢 到現在大概只下兩三省 那看起來目前 泰式是 陳詩淵是要把門關起來呢 這個孤注一直要殺白旗了 這跟第一盤的這個角色不太一樣 第一盤是 楊博威在殺陳詩淵 這盤其實倒過來了 好 那 這個非常複雜 這個 Y先生啊 這個內行的 這個變化 可以比較簡單 但是簡單的呢 都被 都被否定掉了 比如說以前 有這樣的變化 那這樣變化 黑的雖然吃三顆 但是黑的 明顯速度慢 黑的吃三顆 不到十五 白的呢 順勢把左下邊 整理好的呢 黑的速度才滿 所以這一圖 黑的不太滿意 那怎麼辦 不太滿意怎麼辦 不太滿意 黑的有一個選擇 黑的走這個 好 那這一圖其實也還沒有一個定論 這個 我們擺看看好了 白的 黑的拐 這樣 那黑的斑 白的斑 黑的頂 白的接 黑的虎 那白的打一個 打一個 看起來黑的爛掉了 對不對 黑的在反打 那白的打 黑的接 那白的長 黑的地 白的坨 黑的板綿 那白的現在這一條很危險 沒關係 有一個退路 它可以斷腳上 那這個非常非常複雜 現在呢也沒有結論 那 實戰呢 黑的是沒有選擇這一圖 但選擇這一圖 也是可以下 暈了 這個連老 連我都暈了 更好是你們 那所以現在圍棋的趨勢呢 以前日本的圍棋就是 要求創意啦 那希望每一盤其實看起來都是不一樣的 其手能夠表達自己就是一個完整的思路 那現在這個中國韓國是不跟你吃這一套 尤其是中國 什麼東西都研究一整套 那這個實戰解決 可能今天呢 所下的結論呢 過個一個禮拜又被推翻了 所以 現今的圍棋的趨勢其實 就比較重視勝負啦 那勝負的角度就是說 我贏其至上 那 以這個 觀念去當作出發的話 你也會覺得每盤棋 大家都下的差不多 棋手沒有自己的特色 這也是 可能是為其發展的一個小小的危機吧 以前比如說 像武功證書啊 趙志勳啊 小林光義啊 這個每個棋手的棋風都很鮮明 你看了棋譜就知道 這個大概是誰下的 看到大模樣 你不會想到趙志勳 你可能會想到武功證書 但現在呢 感覺大家都下的差不多 所以 你也不太知道這到底是誰下的 吳清源 對吳清源老師都在創新 但他現在已經一百歲了 一百歲的話呢 身體 很健康 沒有錯 但是呢 還有多少的精力就是說 可以發揮在這個創新上面 這個 可能對啊 就精力也是有限的 吳老師 這個 長命百歲呢 也是旗屆之福 但是 畢竟你要研究要創新 你是需要透過這個 比賽的一個考驗 因為有時候自己研究呢 跟實戰下出來 那是不太一樣的 吳老師當然現在已經沒有在比賽了 所以 他其實 吳老師有時候提的觀念呢 也還蠻有道理的 這前幾年 他也有提了一個什麼 21世紀的黑布局 但是 感覺這現今啊 這個圍棋這個節奏跟趨勢 已經跟世界20年是不太一樣了 好 再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唉唷 有啊 我有擺白甲黑斑啊 露了兩手 是不是 有啊 我的這個視窗是有白甲黑斑 當然這個甲是 點沾沾的一個爪 還是 你們螢幕上沒有看到是不是 那可能這系統有點問題 好險手術沒有很多 那我們邊擺的時候呢 邊聊聊天好了 那 楊國威啊 現在 大概也擠入了這個台灣前十強之列了啦 那 台灣目前的為期 職業為期規模來講呢 大概要前十強 你比較賺得到獎金啦 那 基本上就是循環圈之內的啦 循環圈大概就是八個人嘛 再加上頭銜者就是一個人 就是你要前十名 才能享受到比較多的一個資源 比較多的比賽機會 那也可以有比較多的獎金 可以過生活這樣子 那楊柏威呢 這一兩年 極度啊 就是 就是高速竄起的一個新秀 那 其實這一兩年台灣也是面臨一個世代交替的一個狀況 然後就之前啊 四大天望 蕭鎮號林志涵 周庸陳詩淵呢 是 稱霸了台灣大概十幾二十年吧 那 所有的頭銜賽呢 基本上都是他們四位在爭奪啦 基本上沒有什麼龐落的現象 那去年啊 王文君竄起了 得了騎王 得了時段 那 除了王文君之外呢 這個 林君彥林立翔啊 現在已經 怎麼說呢 就是也有 逐路中原的實力了啦 那再加上目前的楊柏威啊 大概前十名呢 嗯 實力都在博中之間 這個 也比較符合職業賽的一個常態啦 那 嗯 某方面也是一個 循環就是說 我 在前十名我領的獎金比較多 然後 我有比較多的比賽機會 那相對的我的狀況會比較好 那 十名之外的呢 可以幾乎十名之外像我 這幾年可能比較進不了循環圈的 對局的 這個質量呢 也比較減少了 狀況就比較難維持 那 可能就必須要就是 把重心就是放在比賽之外 比如說教學啊 教企方面 好 我們 回到 回到那個實戰 擺完了 那 這個是一個選擇 這是一個複雜的選擇 那除此之外還有跳的一個變化 好 那跳 跳的話呢 是比剛才這一招啊 更少見更為冷門 那也是更複雜的 所以一般的騎手是會 自然的壁還是個變化 那今天陳詩月娜啊 他是沒在怕的 就是 挑複雜的變化呢 跟你拼了 這也展現出啊 這種氣魄 背水一戰的氣魄 好 那這個跳呢 難在什麼地方啊 跳 白的必然是會跳 那黑的如果衝一個接的話呢 會變成這樣的變化圖 黑的力 那白的是不能打的 打黑的打一個 打得長 這白的裡面就死了 所以黑的力的時候 白旗會扶著一下 黑的打 那白旗可能在邊上面走一手 唉唷有沒有覺得這變化很像 什麼時候有看過 似曾相似的感覺 有沒有剛才吧 還原 對還原 那剛剛我們說這個變化是誰不滿 黑不太滿 黑的速度慢 老師到這邊會不會講太快了 你們其有什麼需求 就是說可能哪些地方來講仔細一點 如果講太快的話呢 可以跟我反映一下 哪個局部呢 其實 我也不太知道其有的程度啦 所以 這變化要講到多深入呢 我也不深 拿捏跟掌控 還是 怕講不完而已 對對對 其實我老師是蠻擔心講不完的 變化如果講太深入的話呢 這個 可能就跟不太上節奏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那實在這個變化是必然要講一下的 然後這個變化呢 不能跳過去 因為這是本局最核心的變化 那剛才那一圖如果不滿的話 黑的是不是就叫求變 那黑的呢 這個 求變呢 要變就是要變到一個 哇天啊 超複雜的變化圖 這個變化圖說真的 我實際上我也沒有下過 那 當然我是有稍微理解 稍微有去弄懂 但是呢 其實我也不太想下這麼複雜的變化圖 因為隨時我有更新的話 然後你沒有follow到的話 你可能瞬間又中招了 來仔細看喔 這時候衝 那白的打 黑的斷 那這時候白旗呢 來看一下 白旗現在啊 不好意思手術不對 對喔 對喔 白的這時候接 那現在黑旗呢 他這時候啊 他先打一下之後再爬 哇 這個是一個最激烈的一個下巴 打一下之後再爬 那白的呢 現在外面被包圍了 那所以白旗啊 這個就是要衝擊黑旗的缺陷喔 那第一個先衝 衝自己撞的一氣 那不衝的話也不行 衝了黑的呢 才會有斷點 那衝了之後再虎這個 喔 精彩精彩 那黑的頂的時候 白的現在如果去斷他的話呢 那找死嗎 黑的一打白的一黏 黑的就只有兩氣了 這白的沒得搞喔 所以白的自己要先坐眼 那坐眼的這個形狀呢 看起來很脆弱 其實呢 其實不然啦 因為黑的如果斑的話 黑的這一頭呢 將有很多的一個不路子 所以這筆氣就很難說了 好那些黑的呢 也沒有退路了 因為外面斷點太多了 你不知道要補什麼地方 你如果裡面被活的話呢 你就完蛋了 所以只能先殺你了 就等你來吧 好 那現在重點才要剛開始而已 現在白旗先斷這邊 那黑的呢 這邊只能補這裡 比如說黑的如果走這個的話 白的一打 再一打 這個黑的就肢解了 沒有問題吧 輕鬆的就肢解了 好 那所以黑旗現在要先補呢 這個中間這個斷點 黑的斧一下 那白旗內 再做斑 那斑呢 這個有兩個目的啊 第一個就是 他要救活這三顆 不要一手騎 讓黑的就是吃住這三顆 第二個的目的就是 就是 以後這邊呢 黑的要景氣呢 有一些不舒服的問題 因為以後啊 上面啊 白的這一坨跟黑的這五顆 一定是免不了會有比氣的問題吧 好 再來 接下來 哇 這一首我就到沒有看過了 今天大家來研究是呢 第一句話就說 哎呦 有看過這一首嗎 或是你會這一首嗎 或是這是什麼下的 什麼新招 連宵正號12點多來 他也說 哎呦 這是什麼新招 那我也是有看過 但是沒有很仔細的研究 所以呢 這個 我剛才的文字解說啊 就是說 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因為剛剛老師有說 文字解說他的一個限制 那現在白的正常是怎麼下 正常的話 現在是先貼這個 那黑的階 那白的長 那現在長完之後 因為你不長的話 你去千井裡面呢 這一被跳就死了 一被跳呢 就出不去了 就死在裡面了 那這藥紙如果被吃掉的話 黑的這氣角上也可以接受 所以白的不能那麼輕鬆的 一手氣就被黑的吃掉 所以白的在比氣之前呢 這裡必須要先長一下 那長一下 黑的一定也得要硬的 不然這一撲就死了 黑的如果走裡面的話 撲一個打 一個打就死了 有沒有問題 各位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通常問得出問題的 就表示他多多少少 有點吸收 那這個麻煩的是 不知道在說什麼 不知道問什麼 那如果老師講太快的話 你可以踩個煞車 你可以說 slow down 在聊天室 這個留個言 好所以白的長的時候 黑的外面要走 黑的只能 走避一下 把它擺在進去 那裡面的筆氣是什麼 你們看一看 裡面筆氣是什麼 公沙鐵 有看我早上文字姐說的呢 你們都知道 黑的這個局部啊 要不死只有一手 其他都是死路一條 黑的這邊有一大堆的一個布路子 一大堆的一個錦身褲 白的斷和貼差在哪裡 當然差很多啊 這白的斷和貼 我懂了 是不是說這個斷跟貼 對不對 因為貼可以吃比較多 多吃很多啊 那你斷了 你如果斷 其實你如果吃我提掉也可以吧 那這樣 以後我再提 最腳上還有先手 白的沒有吃到什麼肉啊 是不是 斷跟貼 差在呢 就是一個是海陸大餐 一個只有呢 這個 可能只有幾片肉而已 多吃三顆 跟只有吃兩顆 那當然是差別 白的 白的長啊 白的長 我壓呢 我壓怎麼辦 再來呢 再長嗎 那再長 我跟著出去 那我提呢 這個時候不是裡面筆氣就有問題了嗎 是不是 現在你怎麼辦 你假的 你假的緊這個七的話 我一接一粒 你就死了嘛 是不是就死了 沒問題嗎 那你如果貼兩顆的話 那我就接一個 這個是經典的一個公殺手機 鋪力大 那我先提接 我必然是把你消掉吧 這個不是寬氣節 這個是本節 而且是我先提接 聽懂嗎 所以 黑白的是長不動 長我就回頭盡氣 還有沒有問題 不是我是說原圖 原圖喔 原圖精彩 原圖非常非常精彩 沒有現在 現在我們先來看看最基本是怎麼想 54這算是一個變招 好壞難料的變招 那我們先看 這個局部呢 就是結論的一個變化是什麼 我們先要搞清楚原始的變化圖 好 剛才就說壓嘛 那長嘛 那長 那長 那白的貼 剛才原圖是什麼 原圖 寬氣節 這個也不能說是寬氣節 現在黑的立白的階就死了 黑的就死了 因為黑的外面有一個兩層的一個blue子 所以黑的要緊到這一氣 他現在要把兩個鐵釘拔起來 拔完裡面就掛點了 所以這時候撲也沒有用 撲我提 我倒就黏 那你提我依然是滿一氣 所以現在黑的呢 他腳上要不死啊 他只有一招 因為腳上如果死掉的話 黑的當然是不行 腳上無條件禁死 我這四顆我都拿不住 那黑的不是完了嗎 黑的沒有說過啊 對不對 黑的局部要下只能立這個 只能當立 立外面不能立裡面 這個是很有彈性的一手 直指一手 那走成這樣呢 這個白的景氣 這個解也是一個很吊詭的解 就是現在白的就沒辦法駝一個沙塌 一駝黑的結起來就死了 沒問題吧 現在立下 哪裡立下 誰立下 這個V先生 何時立下 黑六 哦 是是是 對對對 就是這首是 這個局部的一個精髓 有這一首的存在 好 你說這個是 就是這一首琴嗎 的程度不錯 這你本來就會的呢 還是早上看解說的 你如果本來就會這一首的話 這大概有兩種可能 然後你對這個變化研究的很透徹 那第二個就是你局部的攻殺能力很強 這時候其實有一點點盲點 好 那 最 平常的變化是這樣 皮 那白的緊 那黑的鋪進去 那鋪進去 那鋪進去結拆打不已 黑的就外面吃兩雙 變成這樣 那 這個白的吃腳 黑的把中間四個吃了 我覺得這圖黑的應該還可以 雖然白的外面有兩個利用 這個可能這裡有一點利用 但是 以這樣的配置呢 呃 比如黑的飛過來啊 哇 這左邊右後 右邊又後 那中間啊 要圍地啊 擴張是很容易的 呃 有詳細的講解 哦 好 這個變化 就是 最經典就是V這首 那 嗯 這個 這一圖啊 我覺得現在的配置 白的不太滿意啦 哦 就這一坨厚 雖很厚 但是有點厚而無用的感覺哦 所以 白的呢 他用碰的是 算是求變 哦 正常的不滿意嘛 配置不滿 哦 所以他現在呢 來碰這一下 嗯 好 那碰這一下 啊 碰這一下 黑的到底是 要怎麼硬呢 哦 白旗他是到底是在 求什麼 他希望 希望得到什麼 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碰呢 這要小心哦 黑的如果隨便亂硬的話 可能一手就再見了 比如說你隨手一打 哇 那被白的一打 就再over game over 哦 這一打一打 就被針掉了 哦 所以這近距離的肉搏戰啊 這個招招要很小心啊 哦 那最容易想到的是 黑的走這個 那白的打 黑的黏 好 那白的貼 那這樣子 黑的有點便宜的感覺哦 就是A跟B的這個交換 A跟B的這個交換 嗯 黑的 被稍微卡一點油啦 好那黑的如果接呢 白的 嗯 怎麼下 白的大 那黑的還是立的時候呢 白旗可能啊 現在腳上就擺著了 白旗就從那邊壓出來 這跟實戰的變化是很類似的哦 但是 這一圖明顯是強於實戰的 我印象中 陳詩勒在這個局部啊 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想了大概 二十分鐘 哦 那腳上呢 那個黑的立一個 雖然是一個 呃 就怎麼講 就是一個很有彈性的一手 但是相對呢 黑的現在 白的不走 黑的也沒有什麼好辦法 可以瞬間拿 拿死白旗 拿掉白旗 所以這個旗啊 白的暫時也可以先擺著 哦 他不想就是說 外面一手被這樣 跳死 哦 所以白的外面先壓 這黑的 很像也很麻煩 哦 跟實戰相比的話 裡面是長的一樣 但是外面啊 就有一點點跟我查了哦 好 我們到這邊呢 這個先休息一下好了 哦 你們也可以去騎乘 Follow一下目前最新的狀況 現在怎麼忽然之間有一種 與死破亡的感覺呢 哦 這局部已經活了 是不是 這局部已經活了 哦 好 那 怎麼也還要再下一陣子 哦 那講了大概一個小時 50分鐘 我們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等等呢 再繼續呢 再看這個複雜的變化 那其有也可以 趁這個機會啊 你們稍微吸收一下 老師剛才講的呢 這來龍去脈呢 這看有沒有問題哦 可能你們一時之間啊 看了不是很懂呢 呃 也不知道問題發生在什麼地方哦 那 休息個10分鐘 我們等等再來檢討 再來研究哦 休息一下 好 嗯 我們這個轉移戰地了哦 你們會發覺這個 這個Background不僅跟 可能跟剛才不太一樣了 嗯 嗯 各位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嗎 嗯 嗯 各位齊友大家好 嗯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嗯 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嗯 嗯 這裡的聲音應該比較 紅亮一點 嗯 因為剛才那個空間是 比較 嗯 就是空間比較大 這是一個密閉的空間哦 好 那我們就繼續 我們的這個解說啦 剛才呢 我去研究室啊 晃了一圈呢 大家對雙方的這個下法都不太可解 就是右下角明明就有一塊 奇沒活啊 為什麼白的也不活啊 黑的也不殺呢 哦 哦 這很奇怪哦 好 那我們回到呢 我們今天左上角的一個變化好了 我們 可能節奏要快一點哦 在這邊啊 空間比較寬敞了 那老師 很像 講解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剛才那個空間蠻小的 那我的體積很龐大 就是窩山那個地方 這個好像聲音也比較出不太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碰一個結論就是說啦 就是說 各位奇友你們如果 不是很理解這個複雜的變化呢 那有時候我們啊 看個熱鬧也不錯哦 結論就是說 黑的如果印在這裡的話 黑的就已經先虧了 心情虧了 不太願意哦 有時候高手下棋就是一個氣勢之爭 哦 林非凡哦 也要聽我的解說啊 好 那實戰黑的打一個之後 他不想被白棋打到這一下 打一個再退 好那現在呢這個白棋啊 有一個選擇 就是白的可以吃回去 他可以吃回去 那或者是說 打一個再吃回去 但是不管如何啊 你只要吃回去呢 外面黑的一夾白棋就死了 那這一圖啊 白的不能接受 因為這四個死了呢 黑的外視變得非常的雄壯 而且下面的白地啊 也都是這個已經 已經爛掉的感覺 好 所以白棋呢 他不想回去吃三顆 因為如果吃了 就算不交換的一夾也死了 不走一手呢 那鑰子是逃不掉的 所以白的實戰啊 怎麼講 白的實戰打一個長了之後呢 白棋呢繼續 繼續打一個壓 這走的實在是很頑強哦 好 那也很符合這個楊柏威的棋風啊 這字典裡沒有妥協啊 這也是小朋友的一個強項 就是糾纏 小朋友這個境界的觀念呢 可能不如啊 不如陳詩怨 但是呢 殺起來的話 失誤應該會比較少 因為小年紀輕啊 總是心無旁駕啊 比較沒有雜念哦 好那白的這個棋 打了壓呢 那黑人呢 必然是也只能接起來 那又回到呢 這個左上角的攻殺的問題了 那左上角剛攻殺的問題呢 我們剛才就已經講過了 這個最重要的一手就是這一部立 就是這一部立 這部立啊 就是有了這一手黑的呢 才可以繼續跟白的周旋 那如果沒有這一手的話 這個黑的已經 局部已經死了哦 好那這時候呢 白棋啊 很快的拐了一下 拐了一下 那這手棋 其實我覺得 呃 黑的硬的很快 黑的一秒鐘就長了哦 那心情上 呃 不是很想跟著白棋硬啦 但是不硬的話 被打一個也是難受 雖然你可以吃掉 但是你看哦 走成這個形狀啊 你吃了反而不見得便宜 有時候下棋啊 不是只有吃吃吃吃而已啊 我們不是入門班哦 吃了外面被玩瘋了 黑的動彈不得呢 這個黑的也是斷人不行啊 好 所以 實戰它硬得很快 實戰拐的時候 黑的就長了哦 一秒鐘就長了哦 好那白棋呢 又回到裡面 比氣的問題 但是白的比氣啊 後來露了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手順 這也是呢 這個白棋續盤一個很大的一個失誤 如果這手棋走得好的話呢 這個局部白的應該是不錯的哦 手順哪裡有問題呢 它現在白的景氣之前啊 它應該怎麼樣 它應該這邊 它應該先鋪一下 那鋪了如果黑的體的話 再回頭景氣 裡面的狀況是一樣的 但交換這一步呢 黑棋這裡死活啊 就差了非常非常多了 應該有感覺吧 這個一個眼就被掀手破掉了 那 可是黑的如果直接鋪 欸這問的真是很好 我就在等齊有問這個問題哦 白的鋪 黑的如果直接鋪 白的體掉 那這手棋放在鋪的位置 跟放在A的位置 其實是一樣意思的 一樣意思 因為白的打贏了依然是 一手黏起來 黑的就近視了 那黑的如果要打回來的話 黑的如果要打回來的話呢 它也是很多段結 它也要提很多下 懂意思嗎 所以這手棋擺在鋪跟擺在景氣的這個位置 其實意思是差不多的 懂不懂 就不管是黑打贏白打贏呢 都是一樣的 好 那這個不鋪啊 應該是白棋很大的一個疏忽啦 好 那這個結 我們看一下黑的呢 鋪完之後呢 黑的 鋪完之後找這個結 那白的當然是要硬 黑的提過去 那你現在就可以看到這手棋沒有交換 有一點點差別了 白的現在吃 白的現在呢 他的這個心態也是說啊 他這結不見得要打贏 他 因為黑的如果要提乾淨的話 白的 比如說外面可以連走好多手呢 黑的也不見得轉 黑的還要再走一手 因為這本身是黑棋的一個兩段結 他要消掉結才需要花三手棋 所以這個棋 黑的 提白的大概 白的就是 看 他也可以打也可以不打 因為這個結白的比較輕 他也比較重 好 那實在黑的提 白棋就 找一個結 因為這個結本身也不損喔 所以點一下呢 再提回來 好 那 這個結 白的打輸了呢 對白棋的影響不太大 因為白的上面也很堅實了 那左下呢 74也補起來了 那如果黑的打輸的話 黑的就比較麻煩了 黑的打輸的話 外面也還有點薄弱 那左邊有一些死活的問題 如果這一下呢 再鋪掉的話 那會更完美 這下如果交換掉呢 那就是perfect 是最理想的一個狀況啦 好 那些黑的找結 黑的不是層次到從哪邊開始找 那實戰呢 感覺就是往這裡下吧 這裡比較有齊下 打入 那這邊相對呢 白的也不是那麼堅實 而且這不打入呢 這個白棋啊 可能沒有注意到 整個黑的還想要偷跑這裡 這手棋除了打入之外呢 它有一點影針的作用 有沒有發覺 好 那我們先來看實戰好了 實戰這邊的白的選擇 有點問題 白棋呢 它去拼命的去吃那幾個棋子 它去吃這邊 去吃這個 那吃這個黑的一跑 白的打 黑的跑 白的打 黑的跑 白的又去提掉 那我們剛剛就說了 這個結其實是對黑的是比較麻煩啊 對白棋呢 不痛不癢的 所以白的其實不用急的去消那個結 白的把那個結消掉 反而是幫黑的呢 解決了一個麻煩 黑的外面連走好多手啊 也不吃虧 所以我們回到剛才那個局面好了 這個白的到底就要怎麼下個就好 我自己想了一下呢 可能還是要貼這個 因為貼這個呢 除了木樹之外 它是不是也把黑棋這個跑的一個手段也消滅掉了 有點雜音喔 有點雜音嗎 其他的這個同學 其他的企友有沒有這個問題 有沒有誰有點雜訊 沒有是不是 還好 這個網路的這個系統 好 沒 沒鋪到的問題就寫出來了 這個Y先生啊 欸厲害厲害 厲害喔 這個沒鋪到的問題 老師正要講的呢 老師我人多 我叫人去修什麼意思啊 林非凡人很 可以這個指揮的人很多是不是 好 這開玩笑的喔 欸對對對對對 剛剛其實有說明鋪到呢 欸這個 馬上就形成出來 因為鋪到的話 黑棋左邊就死我的問題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 反正還是要擋啊 擋本身木樹就很大了 而且被跑出去很麻煩 阿那個節咧 阿那個節 老師他就說了 沒關係啊沒有關係 你就擺著 阿有空再把他提過去 阿沒空呢就不管他 因為那個節對白棋來講 沒什麼大不了的 對黑的壓力比較大 懂意思嗎 那個節是白輕黑重 白的應該這樣一下 白的局面阿 依然是很主動 比如說黑的如果飛 那我就沒事再提他一下 阿如果黑的呢 阿用碰的呢 那不行這邊比較忙 我就沒時間提了 我就繼續印這邊 懂意思嗎 這個白棋的態度應該是這樣子 那實戰呢 很急得一消那個節啊 這也可以體現出楊國威呢 這個判斷啊 就是說 或是觀念的部分呢 還是有一點點就是小小的落差 畢竟他只有16歲 但是他局部的戰鬥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強大 那觀念啊 慢慢的就是會體會 那我們現在像我們這個 30歲的呢 這個老頭子老將呢 這個有觀念呢 也不禁得有用啊 有時候呢 殺起來 你只要一個漏算的話 就完蛋了 不管你觀念再好啊 這個刀刺進去 就已經沒命了 觀念沒有用 好 大局可能判斷比較差一點點 那實戰啊 這裡我覺得 讓黑的有一點喘息的機會 實戰黑的呢 他就下面連下好幾手琴 那白的拼命去吃這個 那剛才又說了 白琴不急著去消極 嚇到這一步飛了 唉呦 我覺得很像黑的局勢啊 有轉直的 那白的 剛才是一個很好掌控的局面啊 現在到這邊又亂掉了 那我在文字解說也有說啦 說不定他覺得很混亂的局面 他比較會掌控 也不見得啦 一般人會覺得 84抱歉 84抱歉 84沒有打 沒有打 感謝 感謝這位 這個奇友 還是沒有殺啊 天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來 我們 這個看下去就知道了 老師 在說什麼了 然後現在 怎麼下 84 84消解 對不對 那85呢 飛出去 那我看到這邊我就覺得 哇這白的 突然之間變得很麻煩啦 飛顆你沒有置住他呢 你讓他跑出去的話呢 這白的下面變得非常薄 而且你的戰鬥只要往右邊延伸的話 黑的 這個 右邊的一個後衛就可以顯現出來的 好 來 那這時候 我對楊柏威呢 他這個 總是可以在很混亂的局面啊 找到有點頭緒啦 這也表示他的力量很強 除了計算之外 這個戰鬥啊 還有一些 對一些 厚薄的 騎型的判斷很好 這也是屬於力量的範疇啦 右上白騎好肥美 右上腳 但是沒時間管他 下面比較busy啊 右上 那個白的一手不會死啊 這個沙龍專家 這個 沙龍是那個 沙龍美髮的沙龍 還是沙大龍的那個 這我們一開始有說 右上腳那個 很大但是白的 不會死 一手騎黑的 殺不死白騎 好 現在呢 我有點不太知道白騎 怎麼下 忽然之間啊 白的打了一下 哎呦 我看到打這時候我就懂了 我就懂白騎在想什麼了 實在 他打呢 如果黑的黏的話 那白騎大概會跳這個 那跳完了之後呢 這個局面啊 會跑出兩個好點出來 一個是這個夾住 夾住的話黑的氣就非常緊了 這一頭啊 這個豬頭呢 就被鎖定住了 那黑的如果補中間的話 下面就有一個衝斷的問題 那剛才衝斷略顯勉強 那現在外面多了一個跳啊 這衝斷有了一個支援 哦 這個就不太一樣了 黑的從這裡就殺不出來 懂意思嗎 哦 好 但是後來研究室也有說 我們有擺這一圖啦 擺著貼黑的如果跳呢 弄鬆一點 這也是挺難解的 但不管怎麼樣 這是楊柏威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思緒 他的一個思路就是這樣 我覺得也蠻清晰的 也找到一點處理的一個頭緒 就是跳一個 那把夾跟衝斷當成健康點 好 那為什麼要先打 因為你如果先跳的話 這時候黑的走一手 這時候再打一個呢 黑的有可能不硬了 那你如果沒有打到這一下的話 你舞的夾就沒有威力了 你有打到這一夾 黑的才有氣井的問題 聽懂不懂嗎 這會不會講得太深了 可以理解嗎 好 結果變得死活 怎麼兩個人一直都擺著呢 好 但是打一個呢 問題來了 黑的可能不見得會滴 這個 有時候我們下棋就是 不想要用對方的這個節奏走 我相信程式院他也明了 就是 黑的如果直接擺著要跳 那他想把這個夾 跟這個衝斷呢 當作是AB鍵合點 我們下棋不能悶著頭啊 這個自己嚇自己的 下棋是兩個人的 對方的每一首棋其實都有傳達一些訊息 你要去理解對方這首棋想要幹什麼 那我們下棋的思路就是說 不想照著你的節奏走 你想要這樣我就偏要那樣打亂你的節奏 打亂你的思緒 好 在實戰程式院那邊想了一下 我就知道他可能不想黏了 那不想黏走什麼 不想黏當然是在自己有力的地方先動手嘛 那哪裡有力 就是這個壓 先捏這兩顆 把這個頭把它壓住 好 那實戰呢 他在參考的時候呢 黑棋的選擇是黏 或者是壓一個二選一啦 那壓了呢 白的氣勢上怎麼樣 先把它開掉再說了 各走各走 所以這個變化就這樣子來的 雙方啊這個氣勢啊 氣核的轉換而來的 你如果剛開始看這個棋譜 你會覺得找不到頭緒 那怎麼白棋左邊可以開成這種樣子呢 但是你如果看這個過程的話就可以理解了 好 那壓了白的提 那現在黑棋的刺一手呢 我本來以為有可能用正把它關住 那白的長 黑的等於是在腳上把它逼活 那逼活的同時可能把這個 把這個右邊啊 這個白棋把它撞死掉 但這是理想的進行 就是說實戰呢他是選擇班 班也有道理 班可能是比較safe 比較中庸的一個下法 好 那白的跑 這是黑的攻 那到這裡的局勢如何啊 這個研究室呢 雙方的意見也不太一樣 那希老師說這棋是很難判斷的 因為雙方沒有地形的地方太多了 那我們先把確切的這個資訊呢 先把掌握好 白的左上角帶50 m 但白的總財產呢 這個肯定不只50 m 因為黑棋呢 中間這五個棋子是欠的很明顯 中間黑的有一坨欠在 這五顆棋子黏在人家的後勢上面啊 就等著被揍喔 那黑的大概必要時也有可能把那五顆棄掉了 那不管怎麼樣 白的中間那五顆是有一點點權力的喔 那右上角有沒有木 右上角應該沒有木吧 右上角你還欠人家一手你有什麼木 黑的50 m加中間黑棋的負債 那黑的呢 就是要看攻這兩顆攻的怎麼樣啊 能不能攻出一些東西 那合理就是攻一攻 把右邊的基本的地把它保住 因為右邊這個形狀白的貼三三是還有打擊的味道 那我在攻擊你的過程 我攻擊A B兩顆的過程當中 我把右邊變成十控 大概30 m 那左邊呢 加下面的一點地大概15 m 黑的大概45 m 中間如果都堵住的話 中間好像也有一點點發展性啊 那再加上右上角還有一點權力呢 好壞是難說啦 但是我會覺得黑的好一點 我比較喜歡選黑的 但是黑的到底有沒有好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中間啊 難以判斷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各位其實也不知道覺得 這個局面啊 你覺得黑好還是白好 如果給你選的話 香水黑的白的 我賭黑殺不掉 白黑看你喜歡攻擊還是比較喜歡防守 好那實戰這兩顆不是很難處理 這幾手其實我有預測到 打一個體調 那白的跳 這是一個處理騰摩的手段 好那到這邊呢 這個中午休息啦 那中午休息呢 這個 這個棋手啊 是被隔離的 他不是得了什麼傳染病啊 是為了比賽的一個公正性啊 就是說 他們兩位呢 帶到別的地方去吃飯 那也是隔絕跟一般的這個棋手 有什麼討論啊 因為這個 國際賽目前的慣例也是這樣子 就比賽的一個棋手啊 中午可能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那如果一個小時呢 有人支理一些招的話呢 這個對比賽的公平性呢 不產生一點影響 好那實戰白死了嗎 沒有沒有白的死是死不了啦 白的九二九四九六呢 弄一弄呢 大概眼形就已經出來了 中間跳一個有眼形嘛 那下面虎一個也有眼形 那死是一定死不了的 只是看黑的怎麼攻啦 那實在呢 你一般的棋手第一桿會想把它封鎖住 但是封鎖住 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這個這裡是基本上是圍不出東西的 因為白的非常厚 所以合理是飛這個 飛這個飛住這邊這裡才有木 懂不懂這觀念很重要 那白的如果從這邊跑的話呢 哇這個黑的很愉快 白的全部都是單觀 都是沒有木的 那黑的壓一壓呢 順便把剛才左邊的負債啊順便還清了 那中間也跑出個大肚子 所以白的除非逼不得已 不然他是不會走這條路的 這條路是一個最無趣 也無聊的一條路 好那白騎林可啊低頭吃電燈呢 最後做活 實戰到最後好像死了 哪有死 白的不是活的 唉唷 順便越來越精彩了 白的怎麼忽然不想活了 來來來來我們追一下實戰好了 好 到目前這個3點58呢 快4點 那進行的節奏是比之前王元鈞他們快很多了 王元鈞就是算是常考派的 我們上次有說了 兩個常考派的蕭振浩對王元鈞 這個他們兩位這次都沒有進入最後的決賽 那以去年的戰績他們兩位是成績最好的 遲早我覺得他們兩位是會在翻棋對決的啦 因為現在所有的頭銜都是在蕭振浩跟王元鈞身上 那今年一定可以遇得到他們兩位就是 以這個挑衛冕者的身份接受別人的挑戰 好但是今天的主角呢 不是他們兩位 是陳世昕跟楊柏威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實戰黑的是選的飛 那飛呢我們剛剛說白的一定是不肯往左邊逃嘛 那白的呢低感 唉唷可能會想從這個洞穿出來喔 這裡有一個墊縫插針喔 但從這個洞穿出來啊 當然左邊是死了 但右邊這塊旗不知道能不能活啦 看起來也沒有辦法立即可以做活 所以這樣子轉身是不成功的 你先把原本的旗子嚇死了 那轉到一個新的方向 還看不到立即的一個活路呢 這白的是不能接受的喔 好但是白的雖然沒有穿 但那下一步啊 他在做活之餘呢 他還是在瞄準那個穿 看懂嗎 他還是想從這個地方穿出來 那這邊如果多了一個資源的話呢 唉唷那穿出去的話 威力的強多了 這裡多了一個A位呢 這個穿呢就厲害一點了 這個穿因為是黑棋最不想要的喔 好再來 這怎麼又出了問題呢 奇怪呢 嘖 嗯 好12 現在是什麼狀況呢 哇回不去了 好 99喔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換錢換錢 98 飛 那99如果去貼這邊的話 他把這個洞堵住的話 那白棋下面可以活得蠻舒服的 甚至他就碰個接 那再立一個 白的下面活得快要十目啊 活得很愉快 做活最有趣的就是活在有目的地方 好 那實戰 實戰 黑的他是用尖尖踢的 那尖踢的呢 那這時候啊 白棋呢 哎呦 找到機會就從這個洞穿出來了 這98往二路飛呢 感覺是要在落地生根 但是 他其實真正的目的是 還是想從這個洞穿出來 好 那實戰呢 黑的 他是飛一個 那如果黑的繼續沖耶 這時候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沖白棋就可以先吃一顆了 那先吃一顆啊 這個眼味啊 好太多了 跟剛才呢 那個穿下來就不一樣了 好 這各位棋友有沒有問題 好 那實戰呢 嗯 黑的是選擇飛 那楊柏威啊 繼續往前衝破 這個真的是很威猛嘛 繼續往前飛點 那這個飛點呢 黑的如果要包住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包住的同時 白的也先手活了 那先手活 回頭再搶到呢 右上角最大的大池啊 這個黑的是不太願意啊 黑的可不可以下P12 這問得很好 這個林先生啊 黑的下P12是不是 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你想要把這個封鎖線把它堵住 是不是 黑的如果下P12呢 白的有幾種方法可以突圍 然後白的如果衝 再斑 再來 再斷嘛 那白再打一個 再貼 那黑的衝 那白再打 那黑的這個 把那些衝一下好了 把那些衝一下 衝 再衝 再打 再 再 這怎麼下 算了 不要衝 回頭一下 這樣 打黑的打 白的提 黑的跳 這樣怎麼樣 這樣白的應該也還可以接受吧 白的座已經先活了一塊了 它已經活在黑棋的地裡面了 而且外面也還沒死 外面 這樣如何 這也挺難判斷的 如果黑的能夠這樣吃的話 黑的才可以 那換一圖啦 這個接一個 很像是一個蠻厲害的招手 那如果白棋 碰這個呢 衝這個再碰這個呢 哎呦 黑的依然是可以接 黑的如果衝的話 那就剛好中了白棋的計謀了 好 所以 嗯 難說呢 白的看起來 如果要衝 白的可能往下衝啊 那或者是白的算了 白的 這裡補一手的話 你這裡的肉中都浮現出來的嘛 那白的就做活 這樣白的這樣也還可以 本身活得還算蠻健康的 好 好 那轉換內圖不太好判斷喔 轉換內圖 白的把右邊的地全部都挖掉了 但是中間也死了 如果死乾淨的話 黑的應該還可以 這個建議的呢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idea 一個不錯的一個建議 好 那實戰它是用飛的 那飛啊 白的呢 再飛出去呢 黑棋就忍無可忍了 黑棋它實戰啊 衝 再接 再衝 這裡都是擔心到 好 那白的也不能 白的渡的話 一衝 這裡白棋就被裂開了 有沒有問題 所以白的只能啊 它只能 它只能用退的 只能用退的 那黑的如果從這裡衝的話呢 這個連接線是沒有問題的 黑的衝一衝 反而把腳上給衝死了 好 那就在這個時候 陳時約拿 這個決定了呢 這個把門關起來呢 要殺這一塊了 要封鎖 封鎖呢 就算殺不到啊 也要就是 搜刮一下 好 那白棋拐一個 我們稍微做一下實戰好了 拐一個 113 114 那這是一個很致命的缺陷 白的始終是要把它 蛤 我手順錯誤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 嗯 手順不是對嗎 沒有 哪裡錯誤 手順不是對 我看我 右邊的電腦 對 掃擺哪裡 哪裡有掃擺 嗯 我看線上的直播 應該是沒有問題 掃擺M13喔 哦 M13 手順應該對吧 哦 好 117 117 打吃 那斷這個最主要是 他想要尋求一些利用 哦 白的胯 那黑的斑 我們來追一下實戰好了 老師109 封在 J13 有沒有比較好 不見差不多吧 基本上跳一個也出不開去了 少擺一顆 哪裡少擺一顆 哪裡少擺一顆 N13 N13 N13有擺啊 這顆我擺上去啊 哦 現在嘛 現在121 122退嘛 是不是 沒有問題吧 哦 哦 好 那123打 好 123打 那124呢 夾呢 除了做眼 防止衝斷之外呢 他等等啊 哦 也要打這個啦 哦 就腳上自己 黑的自己沒有活 哦 好 所以黑的必須是自己補一手 哦 再來126 哦 好 這個打一個算是苦肉劑 來打這個的目的就是說 我要確保這個教師是先手 哦 那這個教師如果是先手的話 這裡就有一個扮演 哦 這算是一個苦肉 哦 苦肉劑 好 接著 這個從下開始呢 我們 他們下的每一手棋啊 研究室還有我都不太理解啦 這我真的想問問他們 這個賽後的一個想法哦 他們現在呢 這塊棋就不走了 那我那時候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欸我仔細看這塊不是還沒活嗎 他白的呢 毅然決然就決定手拔了 那這個手拔是什麼東西呢 哦 這個我們剛才研究室看 好多人看了很久呢 那這棋啊 奇怪搬進去不是白的沒活嗎 嗯 搬進去 掃擺好多 沒有掃擺好多吧 會員A 奇怪咧 掃擺到底哪一顆 哪裏有小板很多 我對照 對啊 不是不是跟騎乘一樣啦 就是照這個節奏 哦 好 那我們回到實戰哦 斑 那白的 這個 斷 黑的這時候呢 他提這個 提這個呢 看似是很 很淡定的一手 其實是在破眼 他把這個牽手消滅掉了 白的眼是不見的 好 接著白的現在不能提 白的提一頂就死了 局部就死了 是不是 所以白的呢 他只能啊 他只能點一個 這應該不是一個很難的變化 那黑的提 白的打黑的接 那白的提 那這整塊就是一個打絕活啊 奇怪的 而且打這個接 對白的來講 負擔是非常非常重的哦 因為 白的呢 他再走一手 還是沒有活乾淨 這是對白席不利的一個兩段結 對啊 哦 所以 那個 不可思議的就是說 哎呦 有個叫previa加油 previa是 楊柏威啊 在騎乘的一個賬號 所以這個previa加油應該是楊柏威的粉絲 說不定是楊柏威的一個親友團啊 好 好 那 我現在也不太知道局勢怎麼樣 但是 這幾首棋呢 我們研究室都一直不解的是 為什麼黑的不殺 那黑的不殺 白的也真是呢 很有膽啊 一直調皮啊 一直調皮搗蛋的呢 一直擺著不活 合理上 就是說白的上一手就應該要做活了 這樣在局勢差不了多少 就開始收控吧 那楊柏威呢 放著這個大龍不管呢 繼續搶地 這很頑強 但是這個八爺的到底怎麼辦啊 這個變化很簡單吧 對職業高手來講 就是一個單行道的變化嘛 打結 打結黑棋現在又斷這個 踢過來 感覺上白的也吃不太消吧 因為這個結對白棋來講是一個兩段結啊 白的再走一手還是沒有活乾淨啊 那我就搞不懂呢 這到底是為什麼不殺呢 奇怪咧 這個研究室呢 大家也都是面面相去啊 到底我們露了什麼變化啊 好 那他們現在開始的每一手棋呢 從130開始 只要這個死活我沒有看錯的話 白棋都應該做活 黑的都應該殺 但他們一直擺著不殺 131呢 高掉一手 當然這時候其實很好理解 就是要擴張呢 黑棋的模樣 難道黑的他就覺得局勢已經很好了嗎 但是搬進去啊 我覺得黑的是沒有什麼風險 就是一個兩段結啊 兩段結為什麼不殺 這白的這麼辛苦的兩段結 黑的啊 難道是這個覺得已經勝了嗎 但是我們判斷一下局勢呢 也不覺得黑的哪裡有好 好那132我們覺得也應該要活一手 欠錢總是要還嗎 結果白的也沒有補一手 白的繼續呢搶大棋 他們兩個呢 就很像忘了這塊棋的死活一樣 白的提 那黑的夾 再來 好 繼續白的走 黑的夾 那白的跳 雙方就是 在外面嚇得很開心啊 那領域的死活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好 再來137 斷一個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好 那現在終於黑的動手了 那黑的現在動手 黑的也不是斑喔 黑的是駝 駝 駝是什麼東西啊 喔 駝一個呢 我們現在有點理解 所以就駝一個 黑的很像不只是要要求 要求打劫 黑的是要盡上他的感覺 白的我擋的話 黑的提 那提了呢 我等於是把裡面跟外面的先手啊 都消滅掉了 現在裡面又做活不了了嘛 那現在白的只能尖嘛 那黑的搬 你看 那看起來白的尖 白的尖如果這樣 黑的要這樣打劫的話 那這樣太瘋狂了 打輸的話被提過去呢 黑的損失殘重 所以看起來黑的是已經準備要 要接一個殺了是不是 喔 跟這個白的說 你這是回不了家的 喔 這樣 這樣裂開 看一下喔 喔 喔不需要 然後黑的就跳一個長 就連不起來了 你看這非常非常簡明 這連不起來 欸這樣全部禁死了 原來黑的是還預留了這個 戒殺的變化 但是他難道不擔心呢 這白棋在這過程當中 是有機會補一手的嗎 奇怪的 喔 比如說 剛才黑棋啊 這個 那個 剛才黑的131的時候 132他就有機會回來補一手啊 喔 那黑的呢 他其實感覺上 以結果來看是在 為 直接禁殺在做準備啦 因為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這一串的交換 以木樹的角度 黑的也沒有轉 黑的斷一斷呢 反而把 白棋的腳上的木呢 給圍出來了 白8 直接黑7不是活了 哪裡變化 就這樣 1 2 3 4 5 怎麼活 剛剛白的 這樣活在哪 如果白的檔我就提啊 那怎麼活 白六年喔 七段啊 再來 白的長 這應該 隨便下都死吧 我碰個長 也可以吧 這回不了家 提哪裡 白的哪裡可以提 我沒有看得懂 白8 提黑7喔 白8 提黑7 哪裡可以提 你說白8 走這個 那我就急喔 這不是死了 死得乾乾淨淨 還是 其實還是我們的系統問題 這個7 有看到的跟 不是 白六年啊 我七段 老師你現在下載呢 八下哪 八下哪 八不是只能跑 二十三喔 二十三已經有一個旗子啦 二十三有黑旗啦 怎麼提 不是嗎 二十三不是已經有一個黑 這個 肉子 我沒有寫天出來 這可能系統 多多少少有一點問題啦 每個人看到都不一樣 這個系統也蠻 蠻詭異的喔 好 這個M13已經有一個黑的了 所以 這樣也白的已經死了 所以剛才 黑的斷一個呢 其實就是在為 沙白旗做準備啦 難道陳詩雲覺得打劫 還不夠 不夠穩嗎 好 那現在呢 現在看起來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看起來白的應該死了啦 應該快結束了喔 一四五 一四五現在拖嘛 一四五拖 一四六拖 一四七提 那一四八接 那一四九 往前衝 一五零接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八 一五九 那這個到底是要跑去哪 這個沒有人會看得懂耶 這個整條龍的一個眼都沒有 這個叫各位旗遊來上 可能也死了 好 好 看不懂 這要回去哪 投降就沒有 這白旗 如果跳呢 可以就打 這自己的這個 黑旗 右邊的一個 坐火也沒有問題 那整條龍光流流的 一個眼睛都沒有 好 所以 楊博威可能還是有一點點太瘋狂了 這剛才一三一 一三二 找機會活一手 應該擺得 應該沒輸吧 原來黑的呢 他是這樣子 他還想在外面做幾個交換呢 直接一擊必殺 打結呢可能覺得還有點變數 好 好 我覺得這一百六已經 一百六十手可能已經下不下去了 這個旗 哪裡還能有搞頭啊 好 勾起的幫忙看一下就好了 看這個態勢呢 下禮拜啊 還會有第三盤 1比1的這個決勝第三盤 我的電腦還沒有顯示投降 差不多白該投了 差不多了吧 這棋 沒有什麼太多能夠騰摩的空間 黑的周圍總是太厚了 R10呢 R10 黑中環勝了 這跟我預期差不多 因為沒有地方下了 R10長 黑的就跳 黑的就跳 沒有東西 白的沖斷 黑的就擋 沒有什麼太多的變化 好 今天很快 因為今天忽然這個屠龍 屠龍就決勝負了 那我們回頭看一下 好了 這塊棋啊 白的始終是要補一手 那白棋呢 是有很多補的機會 比如說一三六 這就是一個很好補的時機嘛 那或者是 就是 我們就一三六補 補一個看看好了 這樣補 難道 楊伯會覺得這樣子局勢不好嗎 這樣局勢怎麼樣 我們來模擬一下好了 我們 但這個收數呢 也不是那麼容易啦 但是 我們大概 這2要怎麼想 大家幫忙一起收數一下 2 假的飛著好了 就大概看一下這樣 這樣 目數是怎麼樣 但是白的這 怎麼一點 然後黑的也 不太好抵抗 是不是 黑的可以打一下 當然可能是 他們雙方的判斷 我們就這樣來判斷好了 我們快來判斷一下 哇這個白棉好大 這白棉算誰的呢 假的算白棉就好了 這樣 這樣 10 9 10 14 20 23 33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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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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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0 中間應該有一個5書5目吧 黑的中間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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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八十八 八二 黑的大概八十幾 八十多目強一點 八十二 八十目強一點 白的呢 白的呢 七 八九十 十一 十一 十四 二 十四 三十 三十二 三 三 四 三 六 四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六十六 十六 十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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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左下角 左下角感覺沒什麼目 嗯 看起來還要黑的好一點 黑的旁邊十目應該是有的啦 死子當然是 子控接地是算兩目啊 那 嗯 應該是黑的少好一點 但是以白鞋來講 白的還是得要這樣下吧 你實在死的就沒得下了嘛 那這個撐住了 左下角白的要怎麼收關 這 白的很像沒什麼地的地方 比如說擋我就夾一下 我所說才可以先 先斷一下 當然 當然算兩目 當然算兩目 如果白的打的話 黑的打一個長 這反而這個十五這個旗子被吃掉了喔 那白的如果 走這個的話 黑的就夾嘛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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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有一跑 白的走下角也點不出什麼目 我覺得十目一定有啦 旁邊十目 當然這個 上面這個邊界的一個 要怎麼去收術呢 沒有這麼容易啦 但是 黑的總是優勢 這可能雙方的判斷也是一次吧 這個楊不威呢 他有一點僥倖心裡 反正你還沒在殺我 我覺得再調皮一下 再調皮 再調皮一下 那這個 沒想到後來城市院就真的動刀了 白體中間拔三顆 我覺得那拔三顆不是問題 因為你也只能拔吧 你下面也只能拔 可能更早之前嘛 更早之前解決這個結真呢 好像太早了 就是說 那個結因為我剛剛就說的是 白青黑重嘛 白的不急著去解消 那上面這邊 或許這個飛一個不怎麼轉 但是到這裡感覺上白的已經 局勢不太好了 因為不飛 我們剛剛就說了嘛 往這邊走是一個最下側 下下之側嘛 那如果要真的追根究底的話 更早之前 就是八十八人呢 去拼命的去提結應該是有問題 那被飛出去啊 某方面來講已經很艱難了 飛 我覺得白的實戰打一個跳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黑的壓 白的還是白的先長一下 跟衝 這個倒是挺難解的 我也想聽聽他們 雙方對局者對這盤棋的感想 那 我的意見是覺得就是 白的消結消得太早了 那個結白得很輕 應該把難題啊 繼續留給黑棋 不是就是像實戰呢 就下面丟著不管啊 一直去消結 那個態度是不對的 下面被黑的臉走三首的 有點豬羊變色的感覺 那左半邊啊 那個結 以白棋的立場來講呢 就只是乾蒙而已 他對周圍的後保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以結果來看 陳世淵後半盤的判斷呢 是相對是比較精準的啦 因為這個棋沒有定型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判斷也是一個難點 也是一個難點喔 好 那我們今天這盤棋啊 就大概講到這個地方 那陳世淵呢 這個精彩的屠龍勝 那下禮拜呢 這個同一時間呢 我們還有機會見面 1比1的這個最終戰 到底是呢 這個蔣是老的辣呢 還是新生代啊 繼續呢 這個前進 世代交替 我相信老將是最討厭聽到世代交替這句話 但是有時候 世代交替的這個潮流也是不可阻擋的 那下一盤啊 這個重新猜子 前兩盤都是拿黑的獲勝喔 那說不定重新猜子也是一個勝負的關鍵 以楊國威的棋風呢 他拿黑棋的威力應該是更大的 就是積極 攻擊 求戰的棋風啦 就是說 黑棋呢 更能發揮這個威力 那白棋的話 就是 總是你比較晚下 慢別人一手呢 你要下得多狠呢 就會有一點點勉強了 好 那下禮拜四呢 我們這個早上十點文字解說 下午一樣是兩點半 我們同時間在騎乘見面 今天突然就這樣結束了 好 那老師也會整理就是說 他們的一個篩後的一個心得啦 整理出 每一盤期會整理出觀戰劑呢 放在海豪奇遇的網站上 好 那我們今天的解說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下禮拜見 拜拜 好的 歡迎